第五層樓是君王 原來意境這麼好用 今天到了第30講 一二五旅五 和桌上金魚 上天下者 天則旅 今天講第五層樓 第五層樓是君王 他是好君王嗎? 接著看吧 這個君王 他應該得到 下掛的大臣 支持 可是偏偏下掛也是難的 所以同性相賜 二樓 是不會跟五樓溝通 二樓的臣子 不會支持五樓的君王 那他是難的 想要往上 六樓 往下 四樓 全部都是難的 所以他上也不得 下也不得 他就會孤立在這裡 沒有人輔助他 也沒有人幫忙他 那他很容易成為一個孤僻的人 所以這個君王做事情 很容易乾必自用 以意孤行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事情 磚斷獨尾 有危險 所以 所以 瑤池就寫著 你今天做事情 非常的 絕斷 鑽斷 是有危險的 所以 當你住在五樓的時候 千萬記住 你不要乾必自用 你要好好的去思考 希望能夠廣納 各方的建言 不要一意孤行 這樣事情才會順利 否則 會有危險 那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創新的 想法呢 有啊 這叫做 海洋想像 你要把自己想的 大一點 我們可以做一條 桌上的鯨魚 把桌面 當作海洋 模仿鯨魚的造型 當然你也不能離太遠 因為你要有適當的比例 上面可以插一朵花 可以插筆 這是一種桌上的文化創意的產品設計 希望這個 你也能夠喜歡這一集